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样子的 但无论如何 什么叫做老 它总是慢慢来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看渐进坐在那就很老了 老了比他和尚你还老了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 老在心态 不在外调 不在年龄上 是这样 那也很难怪的他 眼睛也没什么看 身体也没什么好 过去的理想都做不出 这样 真有做 心也老 辛苦也老 还拍屁眼睛也没看 一切都输人 有人性格又比较什么 怨叹型 他就这样 老上加老 但这种老 他还没有那么勇猛 就躺着了 马上让你不能走路 还不至于 虽然他是看心态 但这个心态 还不至于让你身心不自在 马上 生老病 然后死呢 生老 那死呢 死就 对 死确实很恐怖 很恐惧 但他时间也短 对吧 要死了 到真正死了 的时间 基本上 不是说那么样子的长久 跟难堪 不过话说回来 这又 就没讲到华人的文化了 这很悲惨的事 大家要小心 特别是那个居士 你们要小心 现在中华民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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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总统他在推 长照法 长照2.0 有没有听过 听说过 居然跟我摇头 你看 长照2.0 每个人都要老 他就在讲 长照就是老病的事情 他就老 就是怎么样子 进行社会的资源整合 那么对老年人进行照顾 而不要怎么样 让社会的生产力降低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一个人老了 就要有好多人下来赔 然后他会吃掉好多的健保费 健保费被吃掉之后就造成国家的贫穷 然后国家又要支撑这个健保费 又要继续再跟人民增加健保费 那又增加人民的怨探 然后又增加减少人民的消费能力 社会的消费能力一减低 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减低 经济活动一减低 国家的税收就减低 国家税收一减低 国家的建设能力又减低 一减低之后呢 整个社会又更加的失去了经济活力 这样恶性循环之后会很严重 那么当一个国民 一个国家的人民有13%还是多少 在65岁以上之后还是多少岁 那么在国际上就叫做老年社会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老年要有两组年轻人 一男一女的年轻人边来能养活 这个老人 而且老人又失去了生产力 然后他如果又造成了病困 又拖着年轻人 那会让这个社会的年轻人的理想发挥 跟经济负担更加增加 那么这些增加又会造成了 社会的负担跟消费力的减低 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会减低 那事情会很严重 而台湾会成瀑布形的发生 本来是慢慢的这样减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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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损害 但是今后会变成这样 本来是斜线这样减低减低 一年之内马上两三年之内很快速的造成下降 这叫瀑布形的衰落 那会吓死人 那已经牵涉国防了 所以这个政府在推长照2.0了 是有他的善意 但弄得对不对 那就要多说了 我已经听到很多说法说不一定对 为什么 因为不能等他生病了我们才来尝照 欧洲好几个国家 听说包括荷兰 还是哪 芬兰等等哪几个国家 他们多么厉害 他们说他们要把人民 从不能行动到死亡的时间 缩短到两个礼拜 好伟大 你知道吗 台湾从不能动到死亡 中间有多久你知道吗 有听过我课就知道 七年 吓死人了 所以和尚你要好好活着 而且要能动 能动能吃 吓死人 这七年当中 他让儿女 媳妇 家庭 从气氛 财务 人力的承担 到精神压力的承担 会有多大 七年煎熬呢 好送去那个安养病房 送去老人院 躺着身下像个植物人那样 也就要活你懂吗 那儿女想到心里都很痛 光这种痛 光这种痛都产生了负面情绪 都在影响儿女 更别提经济损耗 国家的所谓 这个劳健保给付 还有家里人力的损耗 或社会人力的损耗 你看这损耗有多大 华人社会里头怎么样 好死不如怎么样 你看你也懂嘛 也不用背 对不对 这种好死不如歹活 在某个意义上当然也对 就是生命宝贵 也没有人说他错 但你要知道 有时候好死好过歹活 你是要让他插管活 像个植物人这样活 还是真正能够念佛自在死 这天跟地的差别 对吧 是不是 那这个最主张的就是佛教 了生托死 所以但是我们佛教徒 居然也这样 一天到晚要延长爸妈的生命 哪怕是只是用插管 他也要让他形式上活着 那是很可怕的 我们应该是让他随顺 生命的自然姻缘 但是在还没来之前 你要多多的化导父母 学佛求生极乐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可不可以缩短那个时间 就可以了 我不插管 我不是说侵入性的 一直防护 我爹我娘往生时间到 就让他走 我母亲往生前 她都是清醒的 她没有插管 她还跟我去打佛妻 虽然她没办法下来打 但她知道我在打佛妻 佛妻第二天 她在我喂药的当中往生 经上 律上有讲到 正在喂药往生 真的就是我遇到了 是这样 那她从来就很清楚 也没打过麻啡 也没住过任何什么 我的父亲往生 当然他有一段时间是握病 没办法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也没能力陪他怎么样 但他也没插管 他的往生也没有什么 他自然往生 就生命衰竭往生的 是这样 那也真的有一段时间了 握病在床有一段时间 确实是 那么在西方就很有雄心 他说让他两个月 两个礼拜就好 那这样国家就 这种负面的消耗就很少了 对不对 我们台湾是七年 就是因为文化没有翻转 特别是佛教的文化 没有深入人间 好死不如歹活 这话在佛教里都不一定对 应该是说 依着佛法往生 那绝对是好过歹活 要积极的长照 是指长照他 能够向于生命的 什么了 这个往生主张而去 也就是说 他在还没有老病之前 他就先懂 生命的归属 是在哪里 那么他会为他的这个归属 自我努力 而会整天无所事事 缠着儿女 缠着孙子 宠孙子 然后跟媳妇儿在抢管理权 儿孙的管理权 或者导过来 父母呢 没有心 去教导儿女 宁可去赚钱 因为钱难赚 那儿 那 阿公阿嬷呢 就被 要求 要来帮忙照顾孙子 大家心知肚明 现在我如果不照顾孙子 没有所谓的 实质对我的媳妇儿 有所贡献 将来等到我老的时候 可能我媳妇不理我 所以就隐然的有这种想法 很现实 很现实 隐然的有这种想法 这在西方当然也 不至于这样想 但西方本质上 儿女并不全然富有 照顾父母晚年的 必然责任 这是他们的文化 我不觉得这样好 我觉得这样子 在佛法来看的话 应该是 没那么样子的完美 没那么的适当 佛法还是主张 父母的老年 儿女的照顾 是应该是 应该要承担的 天职 西方并不这样讲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这种想法 但现在在我们华人社会 特别是在台湾 他儿女知道 这是他的责任吗 我看大部分还是知道的 但父母受到了 自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反而自己不敢意 不好意思 去这样要求 所以很多父母已经开始 在自己撤房了 撤什么房 哎呀 儿孙只有儿孙福 儿孙自己生活就好了了 我们自己好好过了 以后我也不打算 依靠儿孙照顾我 现在很多父母已经这样讲了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 我看坐在那里的很多居士 已经早就已经算了 已经打算这样了 到到我老的时候 反正我到万佛市来 赖的师父狗活 都好过在家里赖着我的媳妇 他甚至也有这种想法 当然这种想法不算错了 佛门慈悲广大嘛 能力做得到一定OK啦 我们也不会去卖疗房 我们也不会这样想啦 但是 佛门终究不是养老院啦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要让出家人来服侍你 你也是看受得了吗 哪怕出家人愿意 你也不敢看受啊 对不对 这终究是个修道所 虽然他还是慈悲的 但终究是修道所啊 这点你又要弄清 所以 人死能够自己爬进棺材吗 还是要人家帮你抬进去的嘛 每个人都会老啊 所以 做媳妇的 你这么青春美丽 事业发达 你就不要这样想说 爹娘缠住我 你不要这样想嘛 但 现在的父母不敢奢望 不敢奢望 那这是谁的 这样的社会 我这样的想法 叫进步吗 才不 这有两个角度说 第一个角度 是儿女的角度 我记得啊 我照顾我母亲的时候 在埔里 那个房子还在了 我想卖掉 有没有要买 因为现在缺钱缺得很 是这样 所以各种 各种姻缘我都想卖 我现在连什么 我现在连挂的念珠 我都想卖 是这样 法杖法师挂过的 能不能增加一点百分比 是这样 人缺钱缺得厉强 这样就对 然后呢 那么 这个 那在照顾我母亲的时候 有一次 那病人嘛 那么他呢 就没什么胃口 但喜欢吃那个 嫩叶一点的 地瓜叶 我有个学生 叫四法华 法华经那个法华 哦 名字很好 有修没修 一直不知道了 但是名字很好 倒是 然后他在那个埔里 借了一个 毛盆 那么几个呢 清凉室出来的比丘 跟他一起住 这样子 外出念经 比较好找人 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有一块小地了 种了这个地瓜叶 我就去那里拔 结果你知道 两天拔一次 两天拔一次 地瓜叶没长那么快 到了第五次去拔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嫩叶 嫩叶了 是这样 那么他们又没什么在照顾 就有点野掉 野掉你就更不好找到嫩叶 我就找了时间特久 找到一餐的嫩叶 不容易了 越来 那就那一天就找 就拖延了一点时间 大概拖延到半个小时 大概我十分钟 我就赶快要回来 我不能离开我母亲 我母亲那个时候 已经是很重 上厕所什么都要人了 所以真的离不开 但那天没办法 你只要弄到一餐的量 四十分钟才回到 回来的时候 我母亲已经 就尿失禁了 她怕尿在这个 大小便尿在床上 更不好处理 结果她就要下来 她没力气下来 没力气下来 就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又没坐好 那个便筒就翻了 意思就是说 都是排泄的那些物 在整个地面上 还好那地面是磁砖 基本上还好 我回来了之后 她第一眼就跟我讲 不好意思 法师 我把你弄那么脏 我听到这样 我眼泪就掉下来 我现在听过 我现在心里还很揪痛 我怎么可以让母亲这样想法 让她感觉 我照顾她是造成我的 我的负担 她说 真不好意思 把你弄这么脏 你已经这么辛苦 在照顾我 这样 我就哭了 我就跟老菩萨讲 老菩萨 这没有的事 你在怎么样 所谓的弄脏 或者是说 让我来照顾你 都不为过的 都不会穿 没笑过 我就讲台语 都没笑过 这是我应该 这是我应该的 那种心情上的极大的激荡 当中我悟到一个道理 原来在这件事情上 原来什么叫做 世间讲 佛教讲的孝顺 原来是这个意思 他那个没有孝顺之明的 也不能够说 母亲在对面 你说我要去孝顺她 不是这样子 母亲就在心里 她就是你身上的一块肉 没有所谓的你去孝顺她 你照顾你自己身上的肉 你要孝顺吗 不用啊 你怕痛 你就会去照顾她了 母亲身上的一个毫毛的受伤 就是你心里的痛 她就是你身上的肉 哪有所谓的我去孝顺她 所以我跟我母亲曾经聊过 聊着聊着 我用世俗话讲 我说老菩萨 没问题 你生病 我会好好的孝顺你 照顾你 她就讲了一句话 她说法师 我不需要你孝顺 那那个时候前后 都是在她生病的时候 前后这么一讲 我懂 我就悟出来说 对果不其然 她要我不要孝顺她 我也懂 这个道理 就悟出来那个道理 所以这叫做从儿孙边说 从儿孙边说的话就是 你怎么会让父母 感到不好意思麻烦你 这样子已经你就远离了 远离了那佛法里头所说的 孝明为戒 这个观念 什么叫戒 戒就是一种警测 就是一种禁止 就是一种善的仪则 这个表面看起来是 仪则是一种警测 其实就是一种大秤不忍之心 孝明为戒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的菩萨戒本里 不会出在僧文戒法里头 原因就在此 是一切众生如父母 我们所谓的度化众生 是假名为度化 其实就是孝顺 孝顺也是假名为孝顺 其实是什么 同体名大悲 他就是我身上的肉 他的苦就是我的苦 怎么可能我会视而不见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 华人文化里头的 莫广他人瓦上双 但求至少门前雪 的这种观念 怎么会有呢 是不是 怎么可以呢 所以华人文化这条 又为菩萨界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们是照做菩萨界 还照做华人文化 来 不要规避我的询问 眼睛看着我 勇敢地回答 你顺的是哪一个 是顺的菩萨界说 还是顺的文化说 莫广他人瓦上双 我管你当家师 找不到干部 我就是生病了 怎样 生病为大 那旁边呢 也说 是啊 他生病的背败 我也知道 开钢往烂 聊天好有力 但我不要讲 莫广他人瓦上双 但少至极门前雪 这样你也为菩萨界 菩萨界没那么难 将心比心 所以 现在的父母 自己撤掉自己说的 自己所说的 哎呀 那不要怕你心不麻烦 在某个意义上 听到讲自己的婆婆 自己的公公讲这个话 当媳妇的 当儿女的 就要怎么样 就要惭愧了 你不让父母信任 你要知道 这从父母 儿女边说是这样 懂吗 懂意思吗 懂不懂了 不懂哦 怎么讲那么小声 还有不懂的吗 从父母 从儿女边说是这样 今天台湾社会渐渐这样的 看起来父母好像蛮伟大的 蛮自觉的 但其实也是蛮心酸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父母能够自己独立 多多学佛 多多靠阿弥陀佛 对没有错 那是父母边上自己想 我们做儿女的要惭愧 他再怎么靠阿弥陀佛 我们也犯不着让父母对我们没信心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特别是做媳妇的 你是嫁过来 人家不好意思 占你便宜 人家不好意思 让你麻烦 人家不好意思 让你去服侍他 因为他不是你爹娘 他不好意思 懂吗 懂吗 那为什么他会不好意思 因为你有让他不好意思的原因 现在 我有一个小叔 就是我 我 这个 父亲的 最大最小弟弟 他带他的 太太来 就是我的什么呢 小婶 跟我讲了一件事 然后他一直在埋怨 他女儿嫁得不好 夫家那边不疼不爱 什么什么的 我就问他说 那女儿平常怎样 那就一个礼拜回来一次 我就对了 你的女儿一个礼拜回来一次 还带着吃的什么来孝敬你 那人家 人家婆婆 跟公公那边 会觉得你女儿是嫁过去的吗 显然你女儿没有把心嫁到那边呢 那你今天再来 愿人家 婆婆公公爱不下去 当然他爱不下去啊 又没有他生 又没有他养过 那整天眼睛就看着 每个礼拜都回家去看爹娘 你居然还好高兴 你知道吗 台湾有很好的古代习俗 嫁女儿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盆水 干嘛 在她面前泼出去 你看这是很善良的 女儿啊 你是我的掌上明珠 我爱你爱得跟自己的肉一样的 疼你 洗你 今天你要去到人家家里 做人家的媳妇了 不要回来 人家才能吞得下你 泼出去的水 什么 不收回来了 是在讲这个事 你不要看台湾人没文化 这个文化很深奥 是从古代的唐朝就往外 乃至于汉朝就传下来 他在讲这个事 天天回来的还有 不要说一个礼拜回来 一个月回来的 人家看在眼里 你也是比较亲 你哪听的女儿 我这没娶妓妓 没穿妓妓的 我哪敢让你六腿六腿 对吗 对不对 所以就只好自己测房 自己说 我们不要让媳妇麻烦 你心里说得没脱口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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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没做过 你们出家 没做过人家的婆婆 你怎么会懂 对不对 但你要知道 我做个男生 我也没娶过老婆 我怎么懂 这就是佛法 佛法一定要你去做过 你才懂 当然不需要 你就观察得出来 所以有些老人 自己讲这个话 听起来好像好伟大 好明理 其实心里都是淌血的 这个社会怎么可能 这样搞成这么冷漠呢 谁人不老 你自己做父母亲的说 以后我们不要让人家麻烦 好啦 你真的不要让人家麻烦 你家有钱 那就没话讲 如果说你家还不是怎么样 那请问 到底老到不能够咬饭菜 不能自己煮饭菜的时候 请问 你是怎么就坐在那饿死吗 谁来帮你 所以你讲这个话 不竟然有道理 你是做父母的 不是叫做明理 这就又到另外一个角度说了 从父母边说 什么意思 你看现在很多的母亲 很多的母亲宁可去 穿那水水 我银鸡 来去上班探钱 也不想做黄脸婆 在那家的 是你们带孩子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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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可穿得漂亮 戴着胭脂 说 为了年轻 趁年轻赶快打拼 所以 生了小孩当纪念品 交给爹娘照顾 然后自己呢 宁可 漂漂亮亮的去上班 说好听叫做 夫妻共同打拼 真的这样吗 带小孩辛苦 但谁应该替你辛苦 阿嬷才不 阿嬷把儿孙当作玩偶 不能真正的 教好父 儿女 儿女 不可能看自己的阿嬷 像妈妈 不可能 当你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母亲缺席 你在你儿女身上 就永远有一块 不能弥补的空缺 在他最需要父母亲 小孩三岁以前很需要父母亲 对不对 不能走 不能吃 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这个时候 有一个谁 能够看他一下 听他一下 摸他一下 就那么的紧张 那么的放不下 那么的爱他 在他生命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会相信人性有爱 是在这三岁之前的妈妈 所完全无有 眼藏的 给他的 他这一生就 学会了爱 而不会有恨 但 你这个做父母亲的 坦白讲 你觉得上班还是容易一点 好过一点 好多余 谢谢 感谢观看